理财最前线快乐开达开心 网友请问谈刺分析的主题节目 什么时候播出 我们礼拜天到礼拜四 每天晚上八点解盘节目 它包括了九点 主题探讨预题节目了 点个理财最前线几下了 我们网顺了两岁生的快乐 谢谢大家 两人来个支持 我们制作了近亲知的影片 不破了五百万浏览次数哦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要送出精美礼物 给订阅理财最前线的您 只要您的影片下方留言 理财最前线两周年快乐 并且订阅理财最前线YouTube频道 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祝您中奖哦 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候选人提了一些的税改 企业税啦跨国税资本利得税等等 到底谁的冲击比较大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层面呢 想知道答案 为您邀请到 原大投顾专业资深 杰林陈森林来到现场 森林你好 瑞昂好大家好 森林问一下了 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现在怎么去观察这些税改政策呀 确实 我们在上一次节目 也跟大家分析到 川普的一个减税政策 乃至于他对海外的 关税政策的影响 我想这是投资人 最关心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一次呢 我们大家来分析 贺锦丽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他跟川普 第一次辩论完之后 声势可以说是扶摇直上 那想必他未来上台之后 他的这些加税的政策 乃至于设服的一个政策 能不能够如期的一个上路呢 那对美国的经济 乃至于股市有什么影响 我想这一定是 投资人最关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他的政策主张有哪些 这些政策 接下来上路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哪些阻碍 乃至于对于美国的经济 以及股市中长线的影响如何 好 跟我看一下 贺锦丽的税改主张 美国国会的选情 现在该如何解读 帮大家说明清楚 我想大概贺锦丽相关的 一些政策的主张 大部分都是承接 现任总统拜登 相关的政策的一个主张 那其中有关于这个税改的部分 可能是投资人最关心的 那为什么 因为这影响到未来的企业获利 乃至于对可能企业 未来的一个资本支出 以及长期的一个发展 也很大的影响 那所谓的税改 基本上大概有三项的主张 一个当然是企业税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有关于 这个富人税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有关于 所谓的资本利得税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部分我想大概 从他的一个主张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关于企业税的部分 他希望把目前的企业税率 从目前的大概21% 把它调回到28 那这调回到28 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 今年的一个企业获利 我们推估大家可能会超过 3.3兆美金 那假设从现行的21% 把它调到28%来看的话 那一年企业大概要多缴 将近1000亿的税 那这一部分我想大家都对企业的 未来的获利影响 我们推估将近有3%的影响 那这点可能大家就担心 就是说那接下来美股在明年表现 还能够像过去这一年来 这么的个亮眼 所以我们可以做 从大概去年开始 我们都听到什么 巴菲特好像也开始在 做一些部位的调整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想到说 如果是拜登连任 或者是现在的贺锦丽 来这个上海之后 那如果说他的一个税改的 相关的政策 进行了一些变化之后 那么获利比较高的公司 是不是有可能会 缴比较多的税呢 那这部分想必是他们短线 或者是中长线的一个考量 很重要的因素 了解了 那资本利得税是什么 从过去这几年以来 其实川普执行的减税政策之后 那很多这有钱人 其实都赚了很多钱 那今天他把钱投入到 这个资本市场里面 或者比方说股市或债市 其实赚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他并不用把这些 获利把它实现出来 他就一直把它藏在 股票市场里面 那拜登打算就是说 假设现在还没有实现的资本利得 是不是要来从里面 来刻一些税 来做一些财富的重分配 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样的形势 其实对投资人来讲 可能有更大的一个考量 就是说那我接下来 如果说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税改之后 我的这个所谓的资产的配置的部分 是不是要再重新做一些调整 来避开这个比较高的一个税率 但是你这会不会太不合理了 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没有实现的资本利得将被课税 我买50 现在已经来到了100 可以赚50 可是我还没有卖掉 就不叫做赚 还要被课税 那我干脆就不要投资股票了 会不会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这个有道理吗 您觉得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说 那有没有可能会过关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没过关吗 对 还没有过关 对 那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部分 则差异就比较小了 我想大概我们之前讨论过 川普希望把他的一个2016年的减税法案 把他永久化 那贺锦丽的部分其实也支持这一部分 但是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最高的所得几据 那一个部分贺锦丽认为说 应该把它调回到比较合理的位置 那目前是37%他希望把它调回到减税之前的39.6% 他为什么要调回来 那为什么要这样调 那我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 那我举这个美国人 他年薪假设我们把它换成新台币来看的话 250万以下的 其实这个税改对他来讲减税法案 大概一年可以省3万块 那如果说他的一个年薪是超过这个500万以上 其实他可以省超过多少 20万 大家没有发现这个250万跟这个500万 其实所得大概只差了一倍 但是是税改的一个 这个能够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其他差了多少 将近快六倍这么多 因为他把那个所得税的急剧给拉高 确实 更有钱的或第三第四有钱的 不用像前面只有37%的急剧 缴那么多嘛 确实 所以说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如果说以目前美国的一个 所得的一个贫富差距 这么大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像这几年一个资本市场又呈现一个暴涨的一个情况 那想必这些有钱人可以说是赚了更多钱 那他是不是应该来多负担的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个开销呢 是的 当然这个贺锦丽的税改主张 不过这次不是只有总统大选 连国会大家都在意 因为也要选嘛 确实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次可能在关心 大家都把教练摆在这个两个总统候选人 谁会当选这件事情上 但是毕竟这些相关的法案都要经过国会来表决才能够通过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认为 我们与其更关心这个谁来当选 可能他更关心国会由哪一党来主政 那就会决定这个后续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走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图的一个上面 这是目前参议院最新的选情 那目前的话如果说以这个选前来看的话 民主党大概是掌握参议院 是51对上49席 共和党席是小叔两席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最新的民调的结果来推论的话 满有可能会呈现一个翻转 也是怎么样呢 共和党可能反而会在掌控这个参议院 那我们都知道参议院大概有100席 但是呢基本上所有的重大法案都要参议院 绝对多数才能够通过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贺锦丽当选 但参议院却掉了 反而变成共和党来这个掌控的话呢 那隐含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税改要通过的几率 看起来可能是有点渺茫 因为我们都知道共和党其实是比较反对加税 所以说如果说共和党真的掌握了这个参议院的话 那我们可预见就是相关的税改案要通过 难度是非常的高 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前一阵子这个贺锦丽这个 他的一个声势上扬之后 其实对市场的影响好像没有充其那么大 原因就是国会的部分的选情变化 似乎并不是那样的一个剧烈 讲到重点了 来森林请上来 跟您报告 总统的税改等等政策到底能不能推啊 还是要国会输得算 参议院 参议院 众议院 下议院 上议院 可是如果这份资料来看 我要个答案就好 好像共和党都占多数 确实 那如果今天总统是民主党 结果国会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 那不就贺锦丽的案子很多都过不了关吗 对 但是中间有一个美港 什么叫美港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税改案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两个 其实是新的一个税 那上面这个个人所的税的部分 其实是2017年川普所推的税改 它会在2025年底就到期 它会自动回到之前的一个税率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这个税改案里面 我觉得投资人比较担心的部分 其实仿佛是下面这两个 第一个是企业的一个所得税案 其实它已经变成永久减税法案了 那资本利得税的部分 是新的一个要推的一个税率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边其实要经过这个参动两院 多数喜事来暂时才有可能会通过 如果以过去历史经验来看 这个加税对美国经济会不会带来冲击 确实 过去美国有没有加过税 当然有 比方说雷根时代的一个减税 到了这个柯林顿上来之后 就把税率调回来的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小布希总统上任的时候 也推了减税政策 但是民主党的欧巴马上来之后 马上又把它恢复到正常 为什么 因为他们推的一个减税政策 都是一个有时效性 大概是10年左右 或是8年左右就到期了 到期之后 其实税率就很快恢复到之前的一个水准 那真的对美国经济冲击有这么大吗 这是投资人最担心 因为经济不好 股票就不好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柯林顿时期在1993年 他上任之后就推了一个 希望把这个税率恢复的 这个OBRA的一个法案 也就是希望这个 用预算案来协调这个减税 恢复的一个法案 那我们来看当时的美国经济表现 真的有变差吗 我们从这个左上图来看 这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厂率 跟他的一个私人消费的成长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柱状图 或者是美国的经济厂率 大家可以看93年之后 大家没发现 税率加回来之后 大家没发现 美国经济厂率有没有很显著的下滑 大家没发现 其实在呈现稳定 甚至是逐年上升的状况 GDP往上 对 甚至它还呈现一个加速成长 那我们计算过这平均这6到8年 美国经济厂率还高达4个% 所以说我们从这点回来看之后 我们最近听报我在讲说 美国的potential的经济厂率 不过是1.8 所以税率加回来 有没有很大影响 答案是没有 那其次我们来看 当然我们最担心 消费会不会下来 所以那个OBRA 综合预算协议法 它是加税 但冲击GDP不大就对了 对确实不大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政府本身拿了税收之后要干嘛 其实就是花钱 对啊 对不对 拿去给谁花呢 把富人的钱拿来干嘛 给穷人花 它呈现一个补贴的一个过程 所以还有包括政府支出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理论跟大家讲 请问有钱人赚到一块钱花得多 还是穷人赚到一块钱花得多 答案当然是穷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收入比较少 对 那有钱人赚到钱之后呢 怎么样 很多是存起来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回到 就经济的角度回来看 这个加税法案 反而怎么样 让政府手上更充裕 那怎么样呢 可以去做更多相关的补贴跟建设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结果 可以看到92年的时候 在柯林顿上台前一年 美国政府的一个赤字占据率比重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超过3% 但加税之后景气改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政府缺口反而怎么样 在收敛 因为税收增加 对没错 景气好税收就会增加 那更重要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从97年开始 反而变成一个政府有盈喻的状态 这个可能是超乎大家预期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到底 对美国经济来讲是好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对股市的影响 大家来看一下 过去这几任总统 大家可以看 雷根是减税 柯林顿加税 小布希怎么样 又减税 欧巴马又加税 川普又减税了 那接下来是拜登的第二任 贺锦丽准备来接棒 可能又会加税 但我们来看对美股影响长什么样 大家来看一下 雷根减税的时候 美股表现确实不差 但柯林顿加税怎么样 美股表现更好 也涨了 涨了200% 8年涨200% 可以说标股可言 对不对 但大家可以看到 小布希减税效果就不好了 对不对 这美股仿然是下跌的 但大家来看欧巴马加税的时期 他8年执政 美股还涨了1.7倍 所以说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经济来看 这个加税真的对美股来讲 是一个不好的情况 答案好像不见得 未必 对确实是未必 不过我要帮小布希讲讲话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 所以那时候股市当然会大跌 当然是 所以说他其实遇到了很多问题 所以说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还是要回到美国的一个产业 美国的景气的循环 那以及这个税收上来讲 其实是不是呈现一个怎么样 拿这个税收来还债还是增加支出呢 从目前来看 可能是进一步增加支出 来提振这个美国的经济成长动能 回到经济本质 对没有错 如果钱在滚到市场当中 对他们的消费带来动能 投资也有加分 经济就起来了 没有错 所以说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看 确实是如此的一个表现 好 感谢森林 非常谢谢您了 请回座倒数计时 美国总统大选10月5号就知道 到底是川普还是贺锦丽选上 上次讲了川普 今天来提到贺锦丽 贺锦丽的税给赛支件 企业税 跨国税 资本利得税等等 个人综合所得税还比较简单 那资本利得税跟企业所得税 这比较复杂 得要国会通过 可是刚刚森林特别提到了 国会现在选情来看 好像是共和党占多数 因此总统候选人政策能不能过关 还得要国会通过说得算 那怎么办呢 请往下看 很紧张吗 很担心 减税经济就一定好 加税经济就一定差吗 未必 感谢森林这张图表 有减税有加税 结果纵观来看 你看股市多数是涨得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是降税的话 减税钱在民众手上 花钱啦消费啦经济起来 如果是加税钱在政府手上 政府如果不是拿来还债 而是给比较中低阶层的民众 或者是政府支出等等 那么这些一样花在上当中 经济也会起来 所以历史经验得到 加税减税对美国经济 未必会带来很严重的杀伤力跟影响 以上结论森林正确吗 正确 好非常感谢您了 今天关心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更要关心的是台湾经济的未来 哪些的重点 请锁定每天晚上的理财最前线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商局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赖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钻线求证 比如说 有价评伯的军